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山聪 今次我在《反黑英雄》裡面 我的名字叫做關志軒 軒神在裡面就是PTU的景長 軒神這個角色是一個重情義 對案件揭而不捨 希望他用上一切的辦法 不睡也好都要去追查到真相 但是在另一方面對著女朋友 或者對著前度 他又有另外一種比較暖男的感覺 軒神的角色裡面就是 沒有灰色地帶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所以一路對立 和鎮浪得一個很大的對立 都幾大的衝突 幾大的矛盾 感情線一定有 今次總監給了兩條感情線 第一條就是我的正感情線 就是羅貝加和Roseanne 就是做我現任的女朋友 但是這個現任女朋友 跟軒神的性格差點共地 就是我是一個緊守崗位 就是以行案件為先 他是一個喜歡遊歷 喜歡去旅行的人 所以我們經常相處的時間不多 另外一個就是另一條很重要的主線 就是我前度就是珠神禮 珠珠就是今次 我真真正正從珠珠第一次合作 原來都有火花 就是夾起來都可以 所以今次是會有兩個不同 但是我跟珠珠那個 已經是過去的了 但是會一起查案 有一點點歡喜冤家 他又經常會提 你前對我怎樣 你前對我怎樣 但其實就不是一種愛意 只不過大家已經去到一個朋友關係 其實今次反黑 最主要的主線就是 當然就是講黑社會 還有毒品 整個故事的推出就是我們的師傅 在一次槍擊事件裡面死了 我要去找回這個人 究竟是誰殺死他 就是我們要抓到他 《反黑英雄》當然希望就是 新章正如 就是以過往我們TVB一向的紀律部隊片一樣 都是希望壞人可以誠之於法 還有希望大家千萬不要碰毒品 希望到時大家會支持我們《反黑英雄》 今晚的死亡 毅度還會有些稀動 今晚的死亡